书接上回 接说一段雍正献狭 上回书 说到司马良 掉的歇的洞里头 深重歇毒 那么同龄 为给徒弟 治这个毒伤 这才购奔 玉万联花馆 找这个金针道长 韩景和 韩景和能不能治 故意都不给治 为把司徒郎给引出来 宏林万伟想到 司徒郎竟然 藏匿于 玉万联花馆之内 自以为 得逢大敌 他哪知道 司徒郎 改秉兴 人常说那么一句话 江山已改 秉兴难移 似乎像司徒郎那样的人 改造不好了 全世界各个大监狱 您看 七八十岁的就不关着 没法再改造你了 你说他什么不明白 他原先坏师作绝 尤其像司徒郎那样的人 手底人命太多 就是他亲手打死的人 不计其数 哪知道真歹了 他跟同林一说的这个座位 不由得你不信 暗含着保护着你 那么跟韩景河两个人 来到了耿家庄 一见这个司马利亚 韩景河乐 似乎这个伤对于我来说 也不是问题 更何况你们找人瞧了 村子里边这两个草廊中 虽然说不能治这个毒 但是内中有一味药 保护着毒气不攻心 这就更好吧 我呢就有时间施展手术 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是 他提出一个信息里 这个韩景河说呀 你们不是要过七星山的 七星八宝钻心亭吗 这个亭的边上我破不了 我也不知道何人所摆 但是中间这个介绍人我知道 就是说这个人 跟七星山二段很有交情 当初就是他 当着我的面 跟段国基段国主哥俩说 我这有一朋友 能够打造七星八宝钻心亭 二段说了 好啊 那么您废心吧 这位因为就在七星山后山半山坡城住 所以他出这主意 找着这个人 就能知道是谁摆着七星八宝钻心亭 现在这个局面很紧张 不单红林十多 金头兽性红勋 要把这人访过来 最主要的是世界庙首九尾宗医斯图朗 他很想见这个摆平之人 为什么 斯图朗暗户连登遥 自北京出来 一直来到山西太人府 知道金牌的下落之后 连着三天晚上夜看七星山 私入七星八宝钻心亭 这个亭都破不了 着急 我叫世间绕首啊 也就说机关消息 没有我不知道 在整个中国地来说 我斯图朗在机械学的方面 敢说是第一的 那没想到这个人摆着这个亭子 我不懂 这一个人在某一个行业有了成就之后 这个行业再有跟他同等水平的 或高于他的 他得找他逗得去 文武两道皆是如此 您北京现在有别人开书馆 我要听说了 我得去 我得听听 想学习吗 你说听我的有没有别的书馆开来的呢 那还在这举手的 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这个文武第一武第二 可是我没地儿去 我也没听说谁在北京开书馆说书 要有 我愿意 司徒朗一琢磨 我非得把这人请出来 跟人好好学去 这人高于我 这是他现在的想法 川桑林 同海川 按双月对双轮暗渡司徒朗之前 这人要让司徒朗知道了 可就不这么想了 哦 有一个人高于我弄死他 诗意酷刑把他会的全都交给我 我小来之后置之于死地 司徒朗不用明说 不管什么办法 实际上你的知识我学过来之后 就在你后心上伸手一糊了 你这人就死 当时不死 按张大人吗 江湖上就死了 他这手底下的 数以百计 都死了 现在他就不这么想了 那您说谁呀 就是 七星山 后山 半山坡的 有这么一座 西风禅林 那中有一位当家的和尚 叫西风长老 法号是上秋下禅 秋禅僧 这个人 他要肯来 到这提出来 这个摆平的人是谁 咱们的问题 就又能够得以解决一步 又往前走一步 你得先知道是谁摆的才能找人家 现在大海茫茫谁摆的都不知道 可那人要不愿意来 就凭我 金针老道 韩景和 我可请不来 没那么大面子 同龄一平 那好办了 当初请你的时候就有这顾虑 因为你们这人都花会不俩合宿 脾气都不正 来之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两套方案 顺顺当当跟着走 那是任话没有 倘若扭头别忘不顺序 我就负责扛人 这里头有红脸有白脸 更何况现在我们三个人变活人了 张开使就是三峡 就是我 还有十多十金生 十老爷子 还有金头寿命红熏红老爷子 去请你去了 现在不然了 又加上一个老师哥司徒朗 司徒朗的能为 在这些人之上 那确实有能耐 再加上你 这回你缺这个红脸的 我们缺白脸的了 没关系 咱们一块去 十不行就武力解决 童年是真急了 韩景和已经什么 武力解决 瞎口 您还别说 您请我说 所以我要说不去 您真说 顺这个玉拌莲花冠罚我 盖着窝井一加 加到了梗家庄来 我服 我信 你们在场的这几位 哪位动手 我金针老道也敌不住你们 别看我 艺术高明 我治这个蝎子毒没问题 可是 您要让我 跟你们动手打仗 我自推不如 但是这一辈呀 西风长老 秋缠合着 就平临同海川 怎么样 不配 同龄自出世以来 顺顺当当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就没有同龄怕的人 确实本领高 可是现在一听 金针老道这个话 心中不悦 道爷 怎么见得我同龄就不配呢 你同龄的文乎我是最清楚 提出这人的文乎来 你同龄琢磨琢磨 瞎个眼 您办得到办不到 那么这个秋缠合着 他是怎么个文乎呢 他的老师也不是旁人的 西风长老秋缠僧 寿业温师家住在山西 太原府 兽阳县江家屯 姓江明达自本处 江湖人称 闭眼金睛博 同龄一听 那我是不配 怎么 他老师 都是三爷张红军的徒弟 江二爷是张三爷的师哥 四个名家排行第二 闭眼金睛博 江达江本初 是丛林的师爷 那么这位 秋缠合成 西风当老 那叫师叔师大爷这辈子 本门户的身份 能耐 辈分 都高于同龄的 同龄一听 回言语了 金真章老一撇嘴 怎么样 我说你不成吧 提出这位 你还甭见 人的名 竖的影 一听他这个名号 同匣子 您哪 稍安勿躁 您先给治病 好吧 一瞧 司马良 这两条腿 肿得跟小肝一样 金真道长 又高 提起比来 叉叉叉 开俩方子 一个内服务 一个外用 这抓着药 熬着药 让耿能耿武 耿家装上的人 煮四两花椒水 四两花椒水 不是这水四两 是花椒四两 您要知道 花椒这东西 不单分了 四两一大堆 这一打过花椒水 堵得滚开 自己亲自施展手术 拿金针 啪啪啪啪啪啪啪 按着穴位 这两条腿上 这么一扎 这是要放毒的地方 其他身上的穴位 都拿金针给摆上 行着这针 撬开牙关 把内服的药 给灌下去 把外用的药 用这花椒水 颜开 拿刷子往这腿上刷 往外逗这个毒 一会儿的功夫 就瞧这孩子 这腿 又开始往外流 这个黄水 紧跟着过去 这个血 可就是黑色 一股股的黑血 往下躺 随着往外流 随着往上刷 随着往下擦 把金针道长 韩景和 累得是满头大汗 就是十多十斤生 金头兽兴红轩 年过的挖旬 活白了头发 活白了胡子 头一回一瞧 这么重的歇的毒 感觉是这么个质法 那么韩道长 顾不上说话 一阵忙 一会儿把针拔下来 换一地又给插上 简断说 足够有一个多十分 说现在话两三个小时 就由这个孩子腿上 开始往外流红色的血了 金针道长一瞧 不能再流血了 再流血 湿血过多也不成 这个孩子虚得厉害 打着说用金针 把血位全都避住了 血也不流了 又换一种药 还是外敷的 还要消肿 您别看毒出去了 这两条腿当时不是说 一下就缩回去了 这再往腿上敷药 二次把内敷的药 又灌下去 您再瞅这司马良 九死一生 归阴还牙 这才算活过来 胸间似乎有一股热气 往上这么一顶 这个药力 发作用 脸上也不是惨白事了 未见红运 鼻孔当中行力 出声了 嗯 十多根红群一瞧 行了 这才算活过来 司徒朗在旁边一看 我说 韩景和 司徒老爷子 韩景和怕他 怕他一辈子 不知道他能预奔莲花 干嘛来的 这才明白 感觉要斗七星山 韩景和这么多年 挨着七星山 跟二段弟兄关系不错 这回司徒朗一来 可就没敢上 七星山报告去 为什么 知道司徒朗不是人脾气 翻脸就载人 您 叫做什么 不错 我说 请不客 就冲你刚才这一阵忙 你是下了心 咱们 坐下喝会的水吧 嗯 海川哪儿去了 司徒朗这么一提醒 大家回头这么一找 同林的踪迹不见 同林哪儿去了 西风探林了 同林越想越别气 这个司马良 证歇毒因我而起 可是我们被神上七星山 是因为小王环失守被擒七星山 我们找这个王环 那么这个王环 挨了我一脚 我把刀也给吓了 我生气 生什么气 你凭什么就上这个七星山 这才叫自不量力 按说我不能去西风谈林 我要去跟早短 那不画等号吗 我有嘴说人 可话要说回来了 我跟王环不一样 王环是不到二十猫头小伙子 我呢 随时深山学艺 那么长的时间 奉施命下高山 别开天地另创乾坤 十八岁上山 三十三十五年的 我跟老师小多人能耐 自下山以来 得交天下的兵棚 这些个老匣子 对我的教义很大 更何况 密封领二次传议 我的能为大长 这个西风长老 修禅师叔 他又该怎么样 既是我门户的人 他不能不说理呀 闻管怎么着 我得去问 这事太大 到那你要告诉我 没事 你要不告诉我 我也得跟你逗逗 我倒让你们看看 我同龄怎么样 同龄呢 跟王桓犯的一样的毛病 这什么事 就怕钻牛角尖 脑子往那一想 旁边来没人商量 没有人告诉他 应该怎么办 他就按照自己设计那想 我就怎么办了 一抿子心思 我得上七星山后山 打这说一瞧 三位老侠都看着韩景河 这会儿给孩子治伤 全心贯重 宁神摒弃很紧张 没人注意他 他顺着诊室这屋啊 可就出来了 治病的时候呢 大伙都围着瞧 他一日出去 谁也不理会 耿家伙似乎人多了 那么这位是客人 又知道这个侠伟爷谁拦着他 就看着他也没人问 同龄自己 顺耿家众跑出来 七星山是去过了 后山也去了 只不过后山山坡 这一座西风长林在哪 可不知道 自己往下一塌腰来扔快 眨眼之间七星山来在面前 自己知道 再走卧虎湾 顺大绳子上去 已然不成了 为什么 头一趟去 七星八宝转新亭 踩动了机关 司马良掉了蝎子坑 急忙忙背着司马良 走卧虎湾 顺大绳子下来 这个地方人家 要么派重兵把手 要么能干脆 把大绳子斩断 再想顺着 奔头的额头风上去 恐怕就不成了 还得单找一股道 自己沿着山根往后山转 高一脚矮一脚猛然间一瞧 投了有三道人影 这三个人动作迅速 并没有看见统林 统林两个起路 又近了点了 剑茫茫月色这么一瞧 怎么是他们仨呀 书中代言谁呀 正是他徒弟 夏九龄 多毕童子夏九龄 还有一个 走遍天下没遮拦 探郎取悟 丸子孔秀孔孙芳 一边一个正当劲 这位同林一瞧 行了 病太岁张芳 这仨 一个赛的一个机灵 一个赛的一个嘎咕 一个赛的一个坏 夏九龄的比司马良坏 足以多 比他赛 那要比孔秀可就差远了 孔秀要比张芳 真得说是道高一尺 摸高一张 那张芳在咱们这套书里 了不起的人物 竹一篓子 头顶上要长个窗 胳膊肘流呢 外子都拐了弯了 但是 三个年轻人猛然间 听得一声喊 煞柱身形 从品质型 各链兵人 脸都冲外 后脑勺对后脑勺 捅了一瞧 这都是聪明小孩 各大不是听声音 一块摔脸往那边瞧 这都走半袋 早就商量好了 一旦中了埋乎 有了敌人 咱仨三面 一个链子家伙 一个摇山洞的小片刀 一个大冰川 三把家伙都冲外 整杆上 孔秀 脸冲着同龄 孔秀这么一瞧 孔雅 这不是我的老师吗 童林迈步过来了 冤家 你们三个人 跑到此处干什么 下九龄过来 师父 您师父知道了 您的人非常着急啊 清开老大人 自从你们一走一看 走一波不回来 走两波不回来 第三波还不回来 头一波是王桓 二一波呢 就是找王桓的司马良跟同龄 三一波就是十足跟红勋 都是有去无回 可见得七星山十分的凶险 这才年大人 查实俱备 坐下站起来 站起来又坐下 心急如焚 一通的摆忙 您做不做么伺候他 张芳孔秀呢 都是人精啊 可就瞧出来大人心绪不定 交道不安的这劲头来的 这才主动请邀 说老大人 您不要着急 也不必挂怀 您老人家一定要万安 身体为重 有许多国家大事 还要仰仗您老人家 指着您呢 替万岁爷分忧 那么至于说三峡 带着司马良 他们购奔西星山这个事情 叫我瞧 一定是有惊无险 为什么 我师父那能力大了去了 那要何必 庸人自扰呢 独自担惊不必害怕 哎 不成的话 我们跟几个 再来一趟 打个街 大人一听 事到如今 也无人可判 可是张芳 文官怎么说 狭口的儿子 见客的徒弟 到底是高人一筹啊 张芳 在 那么你带谁去呢 我带着 夏九零 跟孔秀 三人足以 好吧 你们快去快回 就是找不着也回来 给我个信 我好心安 您放心 因此我们才购奔西星山 来见师父 同龄一听 这不倒霉吗 那么多人在公馆之内尚且 让人盗走金牌 现在你们仨在走了 公馆里内何人保护年大人呢 我咋就有安排 同龄一听 张芳你是怎么安排 张芳说 您别看 咱们都走了 要讲有五学生 现在 公馆里边就剩下刘俊 跟洪玉尔 杨小香 杨小翠 这个能为啊 都平平 您还没说 真要有江湖人去的 洪玉尔那两下子 还真不含糊 还能对不起 就这左臂刀一般人不认 就许让他 宰一个俩子 更何况 大师哥刘俊 本领还是不错的 那也难党高来高去的江湖人 是啊 我又 让太原府派了二北兵 二北兵干嘛 这张芳是聪明 张芳一琢磨 是有能力全走了 这公馆没人看了 就剩下刘俊 带着洪玉尔 这几个人不管用 他跟太原府商量 他是上差啊 跟着联更摇清差大人 您别看随行委员办差官 官职不大 哪想不多 和事儿都不少 吹胡子瞪眼一拍过地方 在太原府 我 早就没卖了 您咋不咋在谷里边 把金牌丢了多大罪管 丢过杀气虔诚 那是甭乱了 闹不好 身败名利 身家性质都保不了 伺候这帮人呐 小心翼翼 战战兢兢 一看上差 有派遣 很是积极 好表现自己啊 找一个千总 带二百兵 保护年代人 怎么保护 听我的调遣 二百兵来了 都听张老爷 大回调那张老爷 哼 站在模样 真是娘家人啊 这老爷啊 张老爷给您请安 来 人多力量大 挖沟 挖沟 大伙一瞧 拿固成兵 丧了苦泪 晒沙子挖沟 这都老买饭干的活啊 喝 大家伙就拿兵器 开始挖沟 往哪儿挖啊 墙里头 离得无耻 他不在墙里挖 你不高来高去吗 他一琢磨 他让孔秀是 孔秀 你说你强着往下蹦 我看你头一个落脚点多少 孔秀说 那人的轻功不一样 有远有近 咱们取重 来 孔宇尔你也上墙 你也往下蹦 刘顿你也蹦 仨人是 孔秀蹦的远点 孔宇尔蹦的近点 刘顿蹦中间 就刘顿那 拿这个一梁 五尺 离墙五尺这地方 八六尺的坑 这家 不是挖一个坑 挖一道沟 整个墙里边五尺贴着墙 挖一道六尺深钩 铺上席子撒上头 哎 高来高去我叫你 三兵的 都在沟内贴着墙站 墙里边五尺的 五尺长着的 那里边隔一人没问题 人家站着是坐着是躺着 全球 满身子开腿 你们就贴墙站 晚上隔一步站一人 隔一步站一人 别打仗 就管拿贼 只要有人蹦下来 掉沟里 你过去拿 拿不住给他轰走 没关系 不怕他跑了 跑了贼人 与你们没关系 另外 围着大人 这院子伺鸡脚 这四口大锅 这四口大锅里 都熬小米冬 每个人预备 也不是刀 也不是枪 长半的大咬子 来了 胆大的贼人 上房都不要紧 拿长半的大咬子 换一勺热粥 往那身上摸 您昨晚怎么二百兵啊 这要一人一勺的热粥 稍微一辣呼 滚开这小米肉 要破脑子 是 瘦瘦瘦瘦 当兵的一条 这招太好了 你躲在冷内下子 你也敌不住二十把 打中手啊 二百充兵 预备好了 这才来到了上王宫面见老大人 您老人家也得准备准备 您得人乐了 您得人心的话说 你这主意都怎么想出来的 哎呀 这就够巧的了 您老人家不是会亮下子 我会把式 那您保健不要离手 晚上您就整格而眠吧 也只可如此了 上去大师哥 您带着这小哥几个两班 可不要贪睡啊 刘孙乐了 您懂您的吧 就您这番固执啊 慢说是一般的贼人呐 就是比咱们哥们能备再大 他也进不了大人的身 您琢磨琢磨二百兵 一人一大长半的咬子 一人一咬子滚开了热粥 那小水粥比开水还厉害 你下不去呀 开水泼过去就完了 这小水粥要泼脑子上 瘦点瘦不了 您在这儿披损 走你的吧 我们精心就是 这才带着 夏九龄跟孔秀 三个人构奔七星山前来刺探 哪知道山根以下巧遇同林 把自己的安排部署 跟同林这么一说 同林也乐 同林一听张框啊张框 哎呀 要说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你应该叫我点什么 我们俩把兄弟 可是咋你老师那边 你又长我一辈 我别的不服你 就你这脑子 这一肚子坏主意 我还真是佩服 走吧 咱们找这西风禅林吧 沿路之上又把自己的事 跟那三人一说 这根仨已经可干了 这仨都是好惹事的 哦 感情 我师父丛林是搓着火出来的 哦 这气够问西风禅林 到那五仨 得把这火点起来 这秋禅老婆呢 想说都不能让他说咯 想告别都不能让他告摸咯 哎 把这火僵起来 撤破出事的看他们好打 倒看这西风长老邱禅僧 他有多的能耐 三个人兴高采烈 跟着同林 勾奔后山 到后山你瞧没路啊 孔秀说乌鸦老师 那既然要没有路的话 咱们只可徒手 喷登啊 哦 徒手喷登 那没办法了 好 拿兵人开路 大兵穿头了 就吸了哗啦一砸 碰见有树啊 哎就绕着 没有树有草的地方 但只能拿兵着给咕着开 这上山可费得劲了 太慢了 东海川带着这仨人 饶是清空绝顶 就这样 走了够半久 才到了半山坡 所幸今天晚上 月色明亮 一轮明月当空 把这个山上一草一木 照子都非常的清楚 影昌昌投了 红墙壁瓦 可能就是西风禅林 从林 措指带臀 打了一个虚声 带着三个人 来到了庙墙以外 一看山门上写着呢 西风禅林 就这儿还没拍门呢 就听见里边 正练着呢 书中代言谁呀 正是秋禅僧两个徒弟 这两个徒弟 一个叫做法儒 一个叫法莱 两个小盒子 正能练着呢 把老师教给的武艺啊 夜晚之间要演练 纯熟 你一拳我一脚 操练起来 孔袖一瞧 行了 正动手 这好办了 乌亚老师 我等不要冒失啊 想着西风长老秋禅和尚 甚至了得厉害得很啊 哎 我们一定要派一个人过去 先要把山门叫开 张芳在旁边一听 又要犯坏 派一个人过去 谁呀 不是夏叫灵地我呀 对 同侠口 我跟您说 是得派一个人过去 您琢磨琢磨 您是侠口这么大身份 能过去吗 我这个相貌 太丑陋了 我这模样过去 升冬万叶 什么事也谈不了 人一瞅我这模样 就犯歹 非得动手不瞅 那让夏九龄过去 嗯太漂亮了 夏九龄长得又推好看了 一过去太善良 人家瞧不起咱们 反倒受欺负 那你看谁过去 孔秀可是 孔秀长得不丑不顺的 个头不高不矮 不用不胖不瘦 他过去 哎又说南方话 原款温柔 准能办成事 空灵一行队 孔春八 上前打门 孔秀一行 好厉害的脏方啊 你个病小鬼子 哦翻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五出的怪主一某五驱叫门 好好好 开门开门 开门哎 法如法来俩扔练着呢 猛然间听有人扣打门 玩叫门 俩和人一听 哪个事情啊 抬头一看月至冬天 三更半夜 这都 月亮往西去了 怎么还有人叫门呢 阿弥陀佛 什么人呢 深更半夜 上我们庙里来了 同学一听 乌鸦混账王宝高子 能不晓得五四圈啊 听不出来 您这哪的口音呢 您咋咋咋这和尚 都是山西这儿的和尚 他哪听过江南话啊 法如法来听不出来 谁啊 我是你的师爷 闭眼金经佛 江达江本初 九四五 啊 俩小朋友见过 闭眼金经佛没有 没见过呀 我那师爷说话怎么这会儿呢 可也就是他 换别人他也不敢 上西风传人来 后山没有路啊 前山 前山是人家七星山的地盘 二段弟兄杀人如马 这两天听说他们山上就乱 好 不是我师爷亲你他也到不了这儿 哎呦师爷这口音 啊 我弥陀佛来了来了 原来是师祖驾到 小僧总不知 啪啪啪啪 一瞅孔秀孔昆芳 五短身材 鸭尾巾 紧身绑好 手里刀 倒低了小片刀 这小胡子 更上涨的 有着这两只仙眼 天生做贼的眼呢 往这一站 就这模样 俩和声 师师 这爷就叫孤兰 阿弥陀佛 什么师爷 信口胡说呀 嫌我的师爷 乃师爷得到了高僧 年迈苍苍啊 你连胡子都没有 年纪轻轻 不要混书 俩和人一抢一劲瞎说 孔羞一听乌鸭混账王宝告子 有胡子可以剔去的 武今天高兴刮了脸了 不要怀疑 武是你的师爷 我师爷就和上秃头啊 武这两天手懒 把头过来 刮胡子你怎么那么行为 武跟总讲啊 武就是你的师爷 快快去叫秋缠 我的老师你也敢直呼极妙 哎呀 总管真的假的 他既然来了 咱俩还得叫老师来呀 他 不对 闭眼金睛佛呀 我师爷好 两只绿眼 江湖上谁不知道啊 天生的奇人呢 这江达江本初啊 叫闭眼金睛佛 眼珠色黄的 这个眼白的地方泛绿 说这是病吗 那不是 是这年轻的时候练功 走火入魔 把一对眼睛练成这样 可这功夫呢也练成了 这眼也变不了了 这一对闭眼 江湖上没有不知道 一瞅这位这两只眼 好 一对仙眼 什么叫仙眼 他这只眼到晚上 不得了 不得了 白天你要看孔秀 一般 瞧不出能力了 晚了咱吃饱了 喝足了睡醒了 盯着现在话说 夜里头十点多钟 孔秀往外这么一溜达 穿着夜行衣 是春清挂燥 黑衣里面这么一隐 你整个这人你看不见 就看俩亮点 就这两只眼 要不然 二陶弟兄也不能收他 这个人练武啊 当初要跟李元一小 李元不交 他不够练武的资格 唯独二陶弟兄喜欢他 陶润陶上前陶龙陶上华 哥俩一瞧孔秀 这要不敢小偷糟 你 就冲这对眼睛的焦头 你那眼睛不对 我誓言是两只绿眼珠 乌呀 乌 头脑能长 乌子能刮 这眼珠怎么回事 对呀 江达江本珠是闭眼金金国 都知道了 好小子你打鼓掌来了 我看你是找到的 你琢磨琢磨 法如法来哥俩 刚跟老师习武俩小和尚 每天晚上练功正琴 自己搅着自己不含糊 哎 一看有人搅闹清静蝉 俩和人一生气 也没跟老师说 这法如过得多 罗汉拳呢 迎面就是一拳 孔修正为下台阶呢 他找不到词 一瞧要动手 孔修别的不行 就是反应快 动手老是他先动手 他不让别人先动手 跟人说着话丑冷的 暗算人家 他就会这个 今儿一看河动手了 上手一晃灭蝉 这手一叼暗 他还真快 身子一横 这人可就过来了 把和人照着后心 啪 就这一掌 登登登登登 法如一个两条 这人可就再过去 法来一条 我一看打我师哥 一抬腿 孔修正回身 反手一抄得的腕子 抬自己的左腿 一踹的力 那条腿你给我躺起来 又躺鼻子 俩和人一看打不过他 哼 好厉害 乌鸦 乌斯你的师祖啊 哈哈哈哈 能怎么会打得过武啊 去去去 换弄的老师来 他这么一放笨 就听里边 阿弥陀佛 法如法来 一夜之间 与何人动手 俩小孩爬起来 登登登登登 往里面跑 师父可了的 有人冒出我师爷 西方党老秋缠和人一听可气坏 怎么 我师父姜二爷都多多岁数了 哈哈哈哈 阿弥陀佛 我什么人 大胆 带我 我的卡 呦 就这么一抬头 孔修一瞧这老和尚 哎呦 这老和尚 派头太大 年纪可真不小 这顶啊不是瓜子 已经都泄霉了 唯独在冰角这儿 留两个冰角 完全是满白了 脑袋上受着劲 往脸上看皱纹堆垒 哎 可是满面红韵 西方长老秋缠和人 那是有道的高僧啊 身穿僧袍 白护领白水袖 白马僧喜 往这儿一站 不怒而自危 瘦毫挺长 眼皮大了 这微然这么一抬眼 二毛子是硕出放光 就一瞪这孔修 心里这不乐意 哪来的小偷啊 一看这骨骼这两只眼 真是贼劈子 无名伙伙大胆的狂徒 竟敢冒充我摄武业恩师 孔孝依算份 他是我师父的师叔 他是我师爷 我冒充他师父 冲上三倍 这老和尚我了不了 师父 冒充不下去了 冒去 冲林一条 你不就坏吧 出坏毒业 叫给山盘打人俩小和尚 往前一脉步 一抱拳 哎呀 张姥姥一夜之间造次贵刹 还望大师您要多多的包含 佛弥陀佛 猛抬头一看这四门正当中 这个人是个乡下人 穿着打扮是香气气劳感可有一节 神丸气足一团精气神饱满 这个人身上有几十年的功夫 啊这位师主 深夜到此一月何为你姓子名水找老那何事 大师 不是别的 我跟您文护很近 姓同名林自海川 哦 弥陀佛 老何一听知道 太知道了 那么道明道远 他们来到了我的西风禅林时长的严解养 收了一个小徒弟 命他下山自开一家门 神父 近期在江湖上轰轰烈烈 狠做了些个事情 颇有能为 就是这个孩子 同林同海川嘛 观其外居其内 一看这个相貌这个气质 就知道同林武术不错 好啊 原来是你 战八方子面昆仑血啊 你来到我的庙中找我何事啊 我说秋禅师叔啊 您既然知道我 我就不跟您多说了 现在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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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事 就把钦差年庚苗驻马太原谷丢金牌 金牌现在七星山一干事情全说了 二冠弟兄就在前山打造一座七星八宝转金牌 我们听金针党老韩景和言讲 这个造庭之人乃是您的举荐 那么没别 您得把这人告诉我 我前去聘请 他好破庭 哦 这么大的事情 海川哪 这个人我不能告诉你啊 我可是您师职 您不看待僧面 还要看佛面 不看待余情 看待水情 僧佛余水都不看 还要看我两位恩师 跟您可是书被师兄弟 上一份老几位 我也没见过 我也翻不动也请不来 那我那两位老师要来了 您不给个面子吗 和声一听 咱们门户说门户的事情 前瞻二段 跟我虽然有交情 但是干犯国法 他们现在目无王章 私藏盗宝侵犯 隐匿金牌 与国家作对 那么我 就不能在里头 你是随行委员办抬官 带领人破庭倒牌 我也问不着 至于说这个摆庭之人嘛 跟我是好朋友 当初摆这庭我推荐完了 曾经就说些过 不能把这庭的事谁造的 告诉别人 我答应过人家 而且在国前起事 岂能出尔反尔 失戏于他人呢 还说那 你白来这趟 这个门我帮不上 大师 您就不看在我老师的面上 还要看 数万灾民 凹带母啊 清拆铸马太远辅 一日不得金牌 一日不能竞穿啊 您怎么耽误国家大师了 哎 童爷 不要多说了 老大我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星中不问世事 今日你带领弟子来到西风禅林 冒充你的师爷 其罪不小 我也不追究你的罪责 你下山去吧 老何说话要转身 童林极了 起来 韩景和对我仰讲 您这个老何不通人情 不好讲话 看起来是真的呀 老何一听这韩景和的嘴怎么这么碎呢 百情之人是我推荐这事别人不知道 只有二段跟韩景和制作 那么韩景和你知道你一个老道 你又会瞧点的病 平常咱俩一块 啊聊会儿天 研究研究医术 研究研究星象学 哎也就是这个 那么你怎么会 把我给说出来 这个孩子一找我逼问 我要答应当初百情之人 替人家保守秘密 我起过誓 不能说 我哄得走 他不走 还请和你说我不好说话 哪有别的事 哎 甭说冲丛林 冲他师父 就冲你金针老道 跟我是朋友 你跟我说我肯定帮忙就是 但现在我帮不了忙啊 一瞅丛林这样怎么样 海川 我不说 你又把我怎么样 韩景和就不愿意去 可是我给夹着耿家庄呢 那你要有能力把我也夹去耿家庄 哈哈 童海川 话里话外我明白 别看我长你一辈 不能跟你动手 可有一点 要讲究五学二字上 海川哪 我也不是说句大话 恐怕你出世上晚 还得再练几年 这样 你我二人可以当场动勺 老大领教你的绝学 如果把我打败了 把我夹到耿杰庄去 那我当场就告诉你是谁摆得停 你看这怎么样 童林一听那就行了 干嘛来的我是 张芳跟孔秀在旁边一瞧 童下说 他可是师叔啊 动不得手啊 乌鸦老师 这样一过去 一时英明不知东流啊 没那两句话 说什么也动不了手 哈哈哈哈哈哈 童林本身就是抱脾气 大喊一声 往前这么一窗 往下一塌腰 一拉自己的架门 一亮这个门后 秋缠一瞧 阿弥陀佛 不好 咱们不认识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不认识 他不是本门的师叔吗 咱这咱们得说 这个四大明鉴这个能耐 可不够是跟袁拿化小的 本身这老思维练的也不一样 尤其八卦术士张红军 张三爷 他自己研究出这么一套武术了 自有他一套理论吧 那么到了 合作员上的名字 那边两个人 又下心思变化 他们俩人把老师教的 又演变出单独立门武艺来 交给了童林 在童林身上好把他发阳光大 所以童林练那个 秋缠还认不认 西风党老秋缠和人一瞧 那个架势自己不认识 新了话说 不可小瞧年轻人的 但是跟铜海川他又没能呢 他也不能这个年纪得享如此盛名啊 更何况 我这两位师哥 合作员上的名 武术都在我之上 别看我是江二爷的徒弟 我这些年参禅李佛 与佛学生 医学生 星象学生 甚至于说史蒂文哲 京师子吉吧 这我多少都有些研究设立 就是我那好朋友 摆七星八导专心亭那位 我也想跟他学学机关修行 因为我不懂啊 这些年代武学上难免荒书 就是小时候这点底子 要说跟铜林一战尚且不惧 可就瞧着那孩子拉着架门我不认识 我别把话说得太满了 真要说有一朝一世 瞅不见大了空 让那孩子怪计我一下 我这一辈子可就歪混了 更何况身后的站那仨 都是铜林的晚辈 论得得管我叫声好听的 我这人可丢大了 那边有勒骨的 这边还有摇旗的呢 法如法来一瞧 俩小和尚师父 您教着能力不管用 敬来打呀 他不是他师父 您是我师父 他把我打的您把他打的 让您能力露露 我们哥俩也瞧瞧您的能力怎么样 莫名头疼我的老师 俩小和尚这么一抱委屈 秋缠一瞧 嘿嘿嘿嘿 我一座西风禅林多年没动过手了 好可恼 同海川一夜之间来此 问我这问题我竟然不能答你 眼见得一个门户的书之二人 要当场动手 倒叫老僧为难 而等下的 阿弥陀佛双掌和尸 同海川 倒看看你有多大能为 两位道兄你的恩师 都是我的书妹师哥 我看看他们俩人 教给你多大的能力 不等同林动手 大袖子迷惑往前一进身 迎面就是一掌 同林一说来的好 使敌个春风引迭 这手掌一接他的掌 这手掌是夜里通逃 只问他对下 老和尚要撤自己的掌 身形一转两个就打在一起 这一动手 秋缠是暗赞同海川罢了 我得惊心 这个年轻人两条绑壁 就跟两条长通似的 来回乱窜 尤其身形奇怪 同海川一瞧 这老和尚 我可打不了 人家喊你和 没白夸子 也别说是我 比我能耐再大点 就是我两位老师来了 要说赢这和尚 也不好办 为什么 老和尚比他还快 一快打快 真不像年败苍苍之人 教你也清楚 既有不退友法 双掌轮动如飞 眼看着同海川 还略处于下市 同林心话说 要是斩法不行 我自可亮兵着 双月再不行 我就得亮宝剑 时逢劲敌 我的师爷跟我说了 到再次抛月亮剑的时候 我真要跟这老和尚玩命 一时过力要伤着他可也不对 同林正然在胡思乱想 这手底就更显得慢 秋缠老和尚还是经验丰富 一看同林 二目游离之地有心事 他心里起得急呢 那我别跟你着急 采用游斗方法 两个人给一标上 月色之下就在这西风禅林月台之上 眨眼之间一百多事可就过去了 法路法来 那些孔秀占方 还有多闭童子夏九龄正然观战 猛听得山门以外 有人朗声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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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弟 好雅兴 放着你的清修功可不足 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 与何人置气 竟然动手啊 秋缠 我有些年没看你练了 真叫我可发一笑啊 这个人一说话 在场这个就听出来了 身份可在秋缠之上 要不然他不敢这么说话 瞬这个人的声音 大家伙甩脸观瞧 感觉是年迈苍苍逆老者 身材修伪 别看岁数大了 毫发童年这个老头 圆外金圆外厂 福字旅这个派头可太大了 老和尚自觉惭愧 让这个老爷子一说 对啊 童林再有能力是我的晚辈 我怎么能跟他动手呢 虚晃一招跳出圈外 人家不打童林不能再动手 童林也收住招式甩脸观瞧 还没等着看明白 就在这位身后 生落红中一声巨响 我彌虎 秋缠 我的师父 我大哥说的对 几十年没动手 你的能耐都回去了 小小的童林 他也配跟咱们动手 我彌虎 啊 就这么一叫唤 童林一敲 哎哟 这老头没进来 这位先进来 胖大魁北 这么一个大和尚 同志们 同志们 可了不得了 我可把这位说出来 书中代言 老者是谁呀 老者姓方 姓方名魁 自柏林 方魁方柏林 这个人是谁呢 是欧阳修的徒弟 但他在欧阳修的时候 欧阳修 还不在广东隆门县 相思观中 在哪儿 在陕西凤祥谷 陕西凤祥谷啊 有这么一座金凤山 金凤山上头 欧阳老道长 主持这么一座道观 叫做玉皇观 那么他收了几个徒弟 其中 就有这方魁方柏林 方魁家里边呢 是财主 战略方 唐略帝 广有余田 是家臣人质 家里边呢 日月很好 那么方老圆外 方老夫人呢 自从有了方大爷之后 后边要的孩子 都没立住 有的呢 太死腹中 说现在话流产了 有的 纵失闹了草 不是得天花啊 就是中瘟疫 恋着两三个 全都掉了 都夭折了 那么 方老爷子很难过 难道我命中 就这么一个孩子的命吗 就这一个还没守住 就在方柏林 十几岁的时候 这一天突然不见了 上哪呢 上金凤山了 他家住的陕西 这个凤祥府的东凤庄 怎么叫东凤庄呢 金凤山在中间 东边就叫东凤庄 西边就叫西凤庄 北边就叫北凤庄 南边就叫南凤庄 您可听明白了 这金凤山跟这四凤庄 咱都得说到了 全有高人 东凤庄 就是方的爷 方亏方不利 他上山上玩去 老道长欧阳修一看这孩子 实了尊 这个聪明啊 而且练武错不了 就把他留下了 练到二年上才让他回家 到家一说 方老爷子 方老爱人 痛哭流涕 说以为你死的外头 我们这辈子绝乎了 敢向上山跟见可爷 小能那些 见可爷 也够狠的 您通着我们一声不要紧的 这二年一瞧个儿也涨了 也成人了 那行了 咱家有的是钱 往庙里边送点吃的 送点穿的 别委屈孩子 方不利说不用 我那老师啊 嗯 他嘱咐我了 下山来什么都不让你往家拿 就让您跟您说一声 您就安心就是 好吧 打这说 方的爷上山寻意 跟随欧阳修 老健康 西武 直学 十几年 到他二十七岁的时候 这才让他下山回家 方的爷这一回家呀 一看 他们老太太正坐月子 怎么 又养活一个 方的爷一瞧我都二十七了 我们老太太都五十来岁 四十大几了老太太 怎么 还能生养呢 他不理解 过去呀 这人 女儿说妇人呐 五十绝天魁就不能生养了 我母亲虽然说不到五十 没想到又怀孕了 生了一个男孩 又白又怕 还真挺好 蛮健康 老太太正坐月子 一瞧方的爷回来 老头老太太高兴 你看见没有 这是女兄弟 方的爷一瞧 这比我小二十七 可是亲兄弟呀 同父同母啊 一奶同猫啊 哎呦 那方的爷高兴极了 老师说让我下山 说我的学问 已经成了 能耐练得差不多了 那么我再也不上山了 我就跟家伺候二老吧 带着兄弟 事出几处 咱都不能老待家待着 还得出积一身能呢 外边游学 拿着自己的武艺 到处筹名师 绑高友 这么一转悠 见客门徒物数高 在外边 剥了一个天下第一侠的美称 方回方的爷 没有对手 回的家来 一看 兄弟没在家 问 说兄弟 老太太哭 说你兄弟给埋了 方的爷一听怎么给埋了 这可不像话 因为什么给埋了 你兄弟死了 怎么死的 种天花 这孩子多大 二爷起名叫方杰 方杰方仲林 方杰长得七岁上 家里面剩了 他是老小啊 他跟大爷不一样 差二十多老头老太太 没那么大精力管他 一家子剩了他一个 尤其方杰要在家的时候 大队这兄弟太疼了 惯了 冠着 要麻就给麻 所以他也不念书 他也不练乌 可是七岁那年呢 得天花 眼看着小腿也拳了 小手也抽了 就有点气 倒着 找昨天大夫看 救不过来 老太太哭的死去活来 那么家里人说 这个天花还不能让他病在家里头 干脆老太太把他埋了 老太太不让埋啊 大家伙一瞧 说等大爷回来 就这样又等了三天 眼看这孩子 没气了 一口气都没有 都不能在家停了 七岁的孩子没法罚送啊 家里的就生老头老太太 怎么罚送一七岁的孩子 只能拿出去埋 可是家里边 有一方三 是个长工 拿旗子一卷那孩子 别看七岁个儿可不小 头都露着头 后都露着脚 拿旗子这么一滴了 滴了到没人的地方 这么一刨 刨一浅坑把孩子就埋在地上 回来干老太太的埋完了 老太太说你留记号没有 方三说我喝多了 没留记号 实际是怕老太太伤心 老太太回去再找去 老太太这种哭着 方大爷回来 一脚门了一脚门了 一脚兄弟没有 老太太说出天花 刚给埋了 方大爷一听就急了 说娘子您可太糊涂了 他从说出天花 他得什么病死咧咧等我回来 罚送啊 谁知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这有三个月一回来 这有半年一回来 那哪吱吱这么巧你就回来 这还等了你三天了 哎呀 老太太 没别的说的跑过来 我得跟兄弟见一面 真说你 今年都三十多 你要嘎门一死啊 妈我现在还好受点 怎么我就得嘎门一死 你兄弟来七岁 这还没穷人呢就死了 方大爷一听 哎哟 心里这个半把钢刀炸鱼肺腑一样 找方三 方三 在哪呢 方三一瞧大爷回来呢 大爷 实际我做记号 我不敢跟老太太说 跟老太太说 老太太天天上那哭去 非哭死不行 你做的对 领我去 方三投了领的 大爷在后面跟着 眼前来到没儿子 这就是离老远一瞧 哟 口坏了 怎么 两条大狗 把尸首已经刨出来了 这个孩子的尸首在这儿横着 一条大狗啊 正拿脑袋 啃这孩子脑袋呢 这只野狗 就把顶梁门这块肉 给撕下来 还没来得及咬呢 大爷赶到 方三 轮起狗来 他拿着狗干嘛 那里跑这坑呢 就打这狗 把俩狗打跑了 大爷过来一瞧 这孩子 这伤口滴滴答答往下流血 嗯 这孩子什么时候埋呢 大爷埋了半天呢 埋半天呢 血就都命了 这人死了这么长时间 嗯 你再咬他不流血了 怎么滴滴答答往下流血呀 大爷一问鼻息 一点信没有 撒手指都一搭目 欧阳修的徒弟 别看武学好 一手术也不错 不错 微微的有一点墨 喝 我兄弟没死 父亲没死啊 这病好了 怎么 借着第七一争 把这点毒给散了去了 这孩子要多憋一会儿 可就彻底死了 就在地里埋着半天 不仅 把这毒 给散去 人 也活了 要没有这两只狗 跑啊 就憋死里头了 哎呦 方的爷往这一跪 这是谁家的狗啊 咱要知道 得好好谢谢人家 方三一瞧大爷 当谢天地 原当谢过天地 怕这爷地的就磕头啊 方三说 您别迷信了 赶紧抱着二爷回去吧 把二爷 裹在自己怀里 这才抱至家中 老太太一瞧啊 我的儿啊 你把他抱回来 这不是给我 天偶吗 我瞅见他 我心里难受 妈您别难受 我兄弟没死 啊 老太太一听 怎么没死 哎 要不埋 他们就死了 您这一埋 他又活了 嗯 我就说得埋 哈哈哈哈 都糊涂老太太 哈哈 里外都是她的理 就这孩子呢 这孩子这毒没有了 可就好救了 过了几个月 完好如初可有一结 这块肉可长不好了 小孩长新肉长得快 里面肉长得了 这块肉可就搭了在那儿 一直到方二爷老 在自己顶梁门那儿 三寸多长 搭了这一块肉 那么他这个相貌是越长越凶 方的爷一瞧 说兄弟干脆你跟我上山吧 上山找老师去吧 这才 又把他带上了金凤山 金凤山 玉皇冠里的见自己的老师 八十一门 总门长老见个欧阳修 欧阳修一瞧这孩子 无量不 没法教 怎么 就看这面相一定给这孩子算不来 不能教 教好了 天下大乱 江湖上血雨腥风 不能教啊 暗孩子一算自己的劫运 倒霉就得倒霉在徒弟身上 我这徒弟不下山便把下山 就得天下大乱 这孩子他瞧出来了 日后的张芳他可没瞧出来 他把能力教张芳 张芳出世是天下大乱 传张芳麦文弩的时候就跟张芳说了 你不下山是江湖的便宜 有你下山之日一阵的血雨腥风 江湖路临上准乱 老道也算出来了 可这个芳二爷 他不愿意教 耐不住大爷是苦苦的哀求 您收他为徒吧 老道说 柏林呐 我跟你说 自我的徒弟一个出家人都没有 哎 就是你大师哥也是后来出家 他也不在我们道门 深入世门他当了和尚 这样吧 我替他收个带拉的师弟 让这个孩子出家吧 你的大师哥 道法精通 佛法无边 日后躺着他能带着这个小师弟 也难免的回心转意 把他的秉性给改过来 就这样 这才把大师哥请来 那么这个人 娘家姓窦窦窦瑞 他拜欧阳老健的时候 可是俗家 跟老道长学完武艺 武艺成了以后 他可就出了家了 人称他就 俗中长老 天海佛窦瑞 这个俗中长老 天海佛 能耐口大了去了 一瞅自己的小师弟 哎呦我的妈 阿弥陀佛 老师怎么了这是 这相貌怎么让我收个小师弟 师父 阿弥陀佛 咱们现在是松道两门 您是我老师 我不敢不听您的 可是您替我收这带拉的小师弟 我倒是能收 能耐我可交不了 阿弥陀佛 这要教了他能耐 哎呦我都明白 能耐还我教 不过是日后他长大成人 明白之后 我把他送到你的侠公寺 那么你好好的再教化他也就是了 阿弥陀佛我记下了 打个儿给老师行礼 给师哥行礼 家里的方大爷又是师哥 又是家兄 在家里面叫大哥 在冠里面叫师哥 那么这孩子打这儿 可就跟欧阳修习武 再加上天海国斗瑞 跟天下第一侠方伯林哥俩 暗自的给小赵可了不得了 小和尚 突飞猛进 举一反三分一达十这个聪明 念国经一上午念不了一句 练武 这半天比别人一礼拜 武学精进其俗 八十一门的能耐 眨眼之间他会三十多门了 老道一瞧我都交不了了 小孩别小了赶紧 上霞公寺带几天去吧 宋的天海国斗瑞 方大爷同兄弟 追到了寺里边 给起个法名吧 哎 这样他虽是我的师弟 但是 按我徒弟这辈给排 哎 要不他们在一块没法生活呀 他徒弟都是会的 这样给小和尚 方二爷起了名字 上会下宾 会宾和尚 打这可就庙里边休息了 老师教了二年 不教了 自己在寺里边又跟俩哥哥小 十年光斤是长大成人 会宾这能耐现在可已经就了不得了 现在这能耐放出去到江湖上 他就吃不了亏 这还不算 就在七星山 党僧领 他巧遇一位高人 又跟这位深造十五年 会宾大和尚出世 巧得墨于五边 这才引出来 西风禅林 同海他叫月下 会三辖 初届上回 接受一段雍正前辖图 小回目叫做会宾出世 大和尚会宾 未曾出家之前 娘的姓方 方杰 方仲林 他哥哥方腿是老建克欧阳修的徒弟 那么七岁上得天花 本来都埋了 要不是让恶狗把他跑出来 把这个尸体给扒了出来 就死了 应的那句话 大难不死 是必有后福 说这准吗 您得往后听 他哥哥方魁 比他的亲兄弟大二十七岁 是从几初 拿兄弟当儿子一样 动心哪 一看 孩子虽然说 没死 但是让狗 顺天灵盖那儿 撕起一条子肉里 就在脑门那儿搭了着 三寸多长 写出了 把他领到自己的老师 老建克欧阳修的 金凤山玉黄网 说您无论如何 得把他治好 把他救了 还得教他武艺 老仙长不愿意 为什么 善断吉凶 能算祸福 瞧这个孩子的面相 是个有造化的 可是 让这个狗 给破了像 说这个像 有心生 人呢 人心眼好 慢慢您这模样能改 包括人的掌纹 说看首相 男左女右 一瞅王月波 您那手 我只能拿我自己举例子啊 哪是生命线 哪是事业线 哪是情感线 啪啪一给我解释 我一瞧 好比说我这命运不济 咱后来找不一句 您别忙 你得积德修好 慢慢你的手文能变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呢 也没给自己的手照相片 如果那晚变没变呢 我也没考着 您各位要是有心呢 现在手机都是很方便的 隔一个月您给自己来一张 自拍手下 要攒三十年的 这个一年十二张 三百六十张 搁在一块 也能看出来 到底有没有变化 反正您是往好了变 说他本来有造火 让狗把这咬开了 破相了 这个人日后啊 不得善终 我不愿意教 可是 方奎方的爷呢 是自己的爱徒 自己呢 传给他一声好武艺不说 一对银庄俭敢说 打遍天下很逢敌手 送的一个美号 叫天下第一侠 他又这么样的疼爱自己 这个同胞的兄弟 苦苦哀求 老仙长万万无难 这才扑我阁而收录 不能败我 败谁 败我的大徒弟 让他出家为僧 我是老道 我不收他为老道 让他当和尚 我这徒弟跟我小的时候呢 是俗家 后来出家当了和尚 让他收个带拉的小师弟 就是侠公长老 天海伯 窦瑞 那么窦当老一看那孩子 这个相貌 也够瞧的 窦当老也不识教 简单说吧 就是欧阳老见客 他大哥 这个方奎方柏林 还有他这大师哥 天海伯 窦瑞 三人 教他一人 哪知道他是武学的奇才 小和的会宾 干别的不行 练武艺 练武艺交就会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 常说的 各走一惊 您拿我来说 我就干这行 刚才有一位 观众跟我聊天 说您不是说相声吗 也会说书 哎你瞧 示范这个领域 我比别人可能稍微的零点 跟您在座都比不了 跟我们这些同行比 其实我也不怎么样 但该刀吃这碗饭 我们这孩子有这么句话 叫祖师爷赏饭 模样长得虽然说不俊 但是呢 列位面前呢 有个台语玩 能吃上这碗饭就很不易 再加上北京小孩 嘴里头没什么毛病 口齿算比较清楚 后天就要下点工夫 那么跟老先生们 学习一点艺术 拿着这个呢 现在能混饭吃 可有的人呢 他就小不了这个 干别的行 有的人手工好 有的人美术好 都不一样 他就练五行 小朋友会宾 别让老师们还不真教 他可真小 跟着欧阳修老健 十年光景 一身硬弓 连欧阳修丑的都害怕 怎么 鼓硬如钢 他下功夫练 他每天吃饱了 我没事的小孩 那就是练五 那同龄当年 随时学艺的时候 二五经的硬功夫 就说成朽的练 定经天 找老师从二经开始练 练到五经天亮 可以了 练一朽 你别看他这黑白天练 一年盯别人 两年 一天盯别人一天 他下那功夫 可没有会宾哪 会宾下胜三顿瓦 撂锅的睡会儿叫 没别的事 就是练 所以你十年练完之后 别看岁数小时期 这一身硬弓 独步天下 老先生一瞧没法教了 要再把小巧的软弓 交给这小和尚 敢说世上无敌 这人就这么大能耐 那么自己收的徒弟 他哥哥也是我徒弟 我怎么能说不交呢 我又是出家的老大 出家人不打匡语 不能说瞎话 那也得没得良心说 这天 把天海魔斗锐 还有方奎方波林 小徒弟会宾 这哥尔萨全找来了 说我现在不能够 再教会宾了 会宾一听 佛弥陀佛 师父 您怎么不能交啊 我呀 愿意把我平生的能力都交给你 可你学不了 欧阳老仙长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 他不光会练武 什么都会 可你都不小 就小五呢 你也是小硬不小软 你这个功夫练左了 我呢 现在有事情 我要到 他们玉皇馆的下院去 打这以后我就不回金凤山玉皇馆了 这个庙怎么办呢 给你 这个玉皇馆改名叫玉皇鼎 打这起老道庙给和尚庙 由你主持 那么也是我光大门户 让我的这一枝一脉 得以发展的一个道理 你的功夫很不错了 那么解你这把这个右股往下传 单传去黄顶那边 金凤山这的一枝武术 也可以 我够问哪呢 我要去广东隆文县 清源山 寒风岛 相思观 你可听明白了 在这个惠宾以后的学生 包括 左臂神刀 红利红炳南 并太岁张发 他们跟着老将小能那 都是广东隆文县 唯独投了这俩徒 天海佛窦瑞 大和尔惠宾 他们小能那 是在陕西凤祥 金凤山 玉皇幻里小 那么我走之后 你好好用功就是 和尚一听 扑通跪下了 小孩会冰 热泪是夺况而出 说老师 我知道 我七岁之上 身中天花 我将然毙命 饿狗八分把我刨出来 我脑袋下 这条子到现在扎着 就是为您所救 您既是我师父 又是我救命的恩人 我们哥俩都败在您的名下 随时学艺实载 现在一位学成 而老师 把我给放弃了 您要购奔广东龙门县 那么您交与不交在您 小与不交在我 我即便是不跟您小武艺 愿随时下山 购奔广东龙门县 这个清原山 寒丰岛祥寺冠 朝夕侍奉老师 多了没有 我照样在伺候您十年 以报答您那十年的教育之恩 小孩会冰别看十七 这句话 可是成于内 行于外 并不是说的假话 惠斌这个人性子 虽然是说暴力 这个人脾气不好 但也并不是坏人 小孩惠斌这一片话讲完喽 老仙长乐了 说惠斌 你不要这样 你跟着我购问 这个详词惯不方便 咱们僧道各家 我当初没收你为小道徒 你是个小 都是老道 出你这么一个小和尚 让你看着 也别扭 那么你自己呢 老跟着我 对你自己的成长也不利 你什么时候能摆脱你的两个哥哥 摆脱老师独当一面 那会儿你就成才了 我是造就你的意思 那么我意已决 你也不用再求了 打这以后 斗瑞 斗瑞 师父 你呢 也不要再 霞宫四处 你搬到玉皇鼎来 带他三年 这三年 惠宾 你跟你的师哥 时常的请教 他在点播于你 但是主要是学活学理 三年学理而成 我准你收徒弟 在这个庙 十方目画 广开方便之门 慈悲为本 善念为怀 你当一个好修行的和尚 就可以了 至于武学二字 虽然说实在应功 已在你身 但是 软巧之意 你没学 你要是同名师 仿高以后 日后不难学成 我的门户 并不是说那么严 跟我小了 就不让你跟别人小了 不成 谁有能耐跟谁小 只不过就在乎人家交与不交就是了 欧阳修怎么想 这个人的面相不能能耐太大 为什么 他要有能耐 别人活不了 别看时期 三岁看个大 七岁看个老 这孩子打小 就瞧出来了 他不能有能耐 他不能伸开腰 他要伸开腰 就凭他的武艺 没人治得住他 为他所害的人 日后是不计其处 武林之上掀起了血与腥风 要给江湖道上带来大灾大难 我是一个出家人 不能造这个孽 但是这套理论 你可听明白了 要让我王爷多说 他是违心的 他不违物 什么人都可以改造 都可以教育 是不是 你也怎么就瞧小孩 那模样 你就知道他以后有能耐 他得打人呢 你这有点武断 但是老仙长是勾人 咱们得捧着老仙长 老健老说 他算的是对 哪行哪也跟您说 都有这样的人 他不成的说 你看他好极了 老师您喝茶 您吃早点了吗 我给你买煎饼果子去 我给你钱呢 我说有钱 你给他十个钱 买回五套了 还找你二十六 这孩子多亏办事 自己姐家带好茶叶 每天给先生们沏水 先生们把能力都浇他 浇完他 可就不是他的 当然我说 这还是有心的 这还是 肯下功夫的学生 比这再不如的就是 能耐也不行 人性也不行 这个也有 我呢也不愿意 一提这话又多了 您算我大几岁小 我到现在小了快三十年了 这样的学生见太多了 师不师徒不徒 富不富子不子 这样的徒弟也有 那么 对不起老师的学生 我讲 对不起徒弟的老师 没有 我这么认为 就跟爸爸儿子似 可能我这人思想 稍微的保守一点 愚中愚孝也好 封建也罢 事实上没有不对的爹娘 只有不孝的子孙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这事儿 简断说吧 我走了 这妙归你了 惠民不乐也不成 陈老师不教了 死里白天的人也不教 他是见他 那么一瞧自己的大哥和大师哥 这两个人深以为然 对老师的这个做法是同意的 打正说 天海不斗润 由这个霞公寺 购奔玉皇鼎 完全是大师哥操持 就替他这个师弟会宾 主持这个庙务 庙里头也很多的事 当然了 老县长临走 留下的庙产是不少 就是什么都不干 广号的庙产的这些个出产 庙里边也有地 这个地合上不重 但有殿户 就跟农村的财主一样 故人重 当然了 过去都说 地主老财 波销长弓 他波销人 要打倒了土豪 分他的田地 要造地主地主佛 庙里的和尚没人斗 实际呢 他也是这意思 会宾不挂 有诗歌呢 外的他这有大哥 我就是念佛 三年学礼啊 一声没小 念佛不念 都认一瞧我这师弟我也教不了 老师让我看他三年 我就看他三年 到二十了 找贵宾谈话 师弟 阿弥陀佛 这庙这回彻底归你了 我这三年 这叫垂帘听证也好 哎 我是帮助你扶持你也罢 咱甭管什么词 你不讨厌我吧 贵宾脸红了 师哥您这本块说的 我应该可好好跟您念佛 好好跟您小 可是我是不爱那 我就好练 好你练 你哥哥不是在这个山下的 穷苦人家 孤儿 没爹没妈的那个 给你招了一匹小和尚吗 你呀 就守着这庙 好好的修行就是了 我回侠公司 都瑞夫跟着置气了 天海佛走了 他哥哥在山底下呢 给他找了好多小孩 那方的爷有钱呢 方奎一看这孩子 家破人亡了 爹妈 甭管怎么 什么原因吧 不去了 孩子孤苦无依 那么找到家中 征求小孩的意见 你要愿意我把你送到山上 金凤山有个玉皇顶 我兄弟在那当主持 你呢当小和尚就有饭吃了 你管他叫师父 这么着改了一帮小和尚 给惠斌送去了 惠斌 他不会念佛呀 他也教不了这帮小和尚啊 他跟他哥哥商量 您受累啊 再给我找几个老和尚多了 您是花钱雇啊 是花钱租啊 是哪拎去啊 我就不管了 别的庙有道行的高僧 您挖墙脚 给我挖过几个类也可以 让他们替我叫这小和尚 我呀 我得走 我干嘛去 我找老师去 我广会硬弓不行 我还得会软弓 二十大会宾 正在血迹翻当 一身硬弓十三年练得多半 带着一口戒刀 揣着肚蝶 他可就下了金凤山了 南七百六一转有这么一打 您琢磨琢磨 欧阳老见个徒弟 别看没软弓不会上防 没有小巧之意 但是没人打得过他 尤其这一队肉掌 雅塞个钢铁 落了一个金金靠斗双钢掌 打合上会兵 在外面一转有 三年没人打得过他 二十三 回山了 山下的到大哥家看大哥 大哥一瞧 跟三年前都可不一样 真有样 为什么 那他从小上山跟着老师小 后来老师走了跟着师哥就小三年 他没下过山 没有阅历 有功夫也不行 看着就嫩 这三年在外面一闯恋 而且没人打得过呢 他这种自信 别人比不了 但是一股骄狂之大 可也就带出来了 那不谦虚那劲 可就带出来了 但是方的爷第一声溺爱他 没跟您说他比他大二十七 他现在二十三 方的爷就五十了 过去五十就是老头子了 就当祖父了 那已经是很老的老头了 所以呢 他也不愿跟他怒气 再说真说深了啊 他也管不了贿宾 别看都是欧阳修的徒弟 方的爷能耐不比的次 那是现在 这会儿您再听十分钟 方的爷可就不灵了 怎么 他跟大爷这儿对不两句 他就回庙了 把这些小孩都找来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不想念佛了 跟师父我练武了 这三年回来我想开了 我呀 得教你们武术 你们跟我销 小孩说不跟您销 嗯? 会闭一瞪眼 听说不跟我销 因为您会硬工不会软工 谁说的 庙里的老和尚说的 老和尚懂什么 他们都不懂 不懂我们也听说了 说您外走的三年就找老师去了 是吧 您找的老师没有 摩米托国 卉宾找老师没有 找不着 怎么 跟人一动手啊 能耐不如他的 他能败呢 还打不过他呢 能耐比他大的呢 不敢跟他动手 头一个他是见客徒弟 就是能为比他高多少的 一听说欧阳修土地 一看那能耐 双掌如钢 就没法打 一动手准吃亏 为什么?我不发力 他可发力 我一发力 这一身硬工就乱白练了 所以有比他能耐大的 不敢打他 真一打不死就得带中杀 要不你打不动他 必须施以权力 所以告了剑侠客 这一级别的人 不跟他怄气 单面公妹把他对不走 就完了 他也知道有的人是高人 他要拜人去跟人小软功 人也得敢收啊 欧阳修的徒弟我操 我拿自己当欧阳修了 要不让欧阳修知道还行 要让欧阳修知道拍门找我来了 听说我徒弟跟你用功呢 不良国您教我徒弟什么呀 我瞧瞧啊 一定是我不会的 他八级门组门长 他什么不会啊 天下的武术都是欧阳修研究出来的 有多少门派 供欧阳修为祖师 谁也不敢收他 这三年啊 怎么去怎么回来 越历是长了 能力没长 让小孩一句问住了 我还真没找着明白老师 对呀 师父 谁让您下山来的 这三年您要不走 您这能力早长了 嗯 这跟我说话呢 你这小孩可气 我跟你们在这庙里都瞎滚瞎咕咕咕 我就长能力了 不是 您这走了三年 山上来奇人了 什么奇人 山后的党僧 来了一个老毕丘 来了一个老毕丘 会宾一听 什么老毕丘 道行深 这老头啊 在党僧领一个山洞里头啊 石头洞 往那一坐 这三年没动 也没见得吃 也没见得喝 也没见得出来过 可是我们打那过呢 冲我们乐 跟他说话呢 他也回话 但是不声聊 说几句话 他就不言语了 那么 一坐三年的 就在那里待着 您说这不是老神仙吗 老毕丘 一坐三年 那不现在呢 还在那呢 现在 是咱们山上一个景点 有庙里的随喜不失的 他不信佛法无边 我们就把有钱的财主 引到后山党僧领 让他们看老神仙 真有跟他一待七天的 不错眼珠瞅着他 派人 分三把找看 确实没出来过 这才知道咱们金凤山出神仙 哎 就凭着他 您这回回庙 您没瞧吗 咱们这庙已经翻修了 这个您家里的这个 我们这师大爷 时常的上山 他帮着经营的 这几个老和尚呢 也都有能耐 除了教我们念佛 哎 礼佛 剩下呢 哎 就是改造咱们这个玉皇顶 当初玉皇冠的样子 一点都没有了 我们小哥几个啊 当初听了师大爷的 契家 上山 跟着道律庙当和尚 我们算对了 不仅找着翻门了 吃的太好了 除了没酒没肉 剩下那好 现在都讲究环保 都讲究绿晒食品 哎 我们天天吃的自重的都是 专门有人送粮食 我们这没问题 这小和尚叙叙叙叙叙说半天 方二爷 大和尚会宾 满眉听进脑子里去 他这脑子里头就琢磨 老鼻子一做三年能有这事吗 我可江湖人 这三年可见这见多了 不对 这是武学上的奇人 他烦我会宾了 这是我会宾 金晶好斗双肛掌有能耐 我呀 我呀 得瞧着就 他要有能耐 尤其会小巧之意 我情愿拜老鼻去为师 就这主意 托儿 现在后山党僧领吗 不错呀 好 你们 好好修行你们的 我 得够奔后山 也就是把包袱 残杖 什么借刀往那一撂 拔腿往外就跑 他还真没怎么上后山去过 这党僧领他知道在哪 他上山那么多年 他除了在庙里的练武 他不出起 他也去过党僧领 但是呢 有限几回 山洞多了 哪个石头洞啊 哪里头有人呢 整杆上 暮色茫茫 猛然间一抬头 咪头火 就瞅其中一个山洞里边有两点星光 书中代言正是 山中七人 这个老碧球 他的二目 山上一来人 刚到后山 这老碧球就发现了 尾台 眼皮 二目当中 插这两道光往外一照 你在洞外的看 就俩手电筒一样 哈哈哈 这手电筒厉害 保卫萝卜艺术还没有手电筒 哈哈哈 二的时候有这手电筒吗 厉害 就这儿 插插插 紧跑 够奔半山腰这个石头洞外头 探头探脑往里一瞧 呵 里边坐着一人老老头 那说老头就完了 干嘛老老头 比老头还老的老头 哈哈哈 这多的岁数说不上 真是老壁头了 一身阑山 妖际思涛盘腿往那这么一坐 那顶碗都谢了 就是有一点头发在后头 编着稀疏的一个小辫 脸上皱纹堆里 那个眼皮大了 看遮二目 那耳臀 可大了 大耳臀都没有绕着净剩皮了 仿佛两张纸一样 往这个洞里这么一坐呀 面无表情 仿佛老僧入定 可是 惠宾来到了 洞府以外 这个老人 他一睁眼皮 二毛子精光射出 看得惠宾是道西口 凉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弟子 这乡 与老仙人 失礼了 这个老人一听 面露微笑 他乐了 太老了 呵呵呵 快逼一听 您为何发笑啊 和尚 你这是跟我说话吗 是 老仙人 您 是上巴洞神仙 中巴洞神仙 还是下巴洞神仙 老头一听 我什么神仙呢 路过此山会一个朋友 久后不至 我正要走 没想到和尚你来 我这一坐三年 百等 真跟着坐三年啊 不吃不喝不拉不撒 这人能力大了 哎呀 老仙家 弥陀佛 弟子 我有一事相宿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听 呵呵呵 你说吧 我随时学以十载 自己又再来闯练一番 现在 只练得 骨硬如钢 江湖上 人称我为 金晶好斗 双汤掌 奈何一几 我不会小巧之意 我没有软功 不知道您会不会 您要会左不齐等朋友没来 那么您教教我行不行 我愿拜您为师 老人坐在洞中这么一听 和尚 哪庙出家 贵宝叉 是哪啊 您的贵上下 怎么样的称呼啊 就在前山 金凤山玉皇鼎出家 上会下滨 你的老师是谁啊 我的老师是八十一门总门长 啊 徒不言是 数个字 阿弥陀佛 踏到人家 父姓欧阳 单字名修 哦 欧阳修的徒弟 要拜我 好 好 好 连说仨好 贵宝一听 这是正话是反话 他一说到这欧阳修的徒弟 这老头高兴 怎么 谁疯的他八十一门总门长 哈哈哈 我跟这欧阳修 可是老相识 能那大小哥一边 岁数都边边大 在前朝大明的时候 就认识 哈哈哈 那么这么多年福建 竟听说他当了这个总门长了 江湖领袖 他 统领的陆林道 各门各派尊为祖师 老人家 这么一想 我自从年幼成名 几十年不在江湖上走动 就因为天下太乱 竟打仗 我不愿出事 必臣反 我等于就隐居了 让欧阳修得享大明 那么实际要说能耐呢 我还真不见得福他 他徒弟败我 我要把他徒弟交成了 可不是显着我比他有能耐呢吗 老头 竟急思动 这么一泛思心 他就茫茫 叶色 点点星光 在洞内微争慢路 往歪一桥倒抽一口凉气 嘶 这个和尚脑袋上头 三寸多长一条温肉 这是主级啊 这是主凶啊 可惜 我三个师弟当中有两个都精通相处 要有他们俩在我身边 我问上一问 沾上一谱起上一挂 让他二人与我推算推算 此此可不可受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眼前 我是收你还是不收你 老头自己想 他瞅着这贿宾 贿宾一听他连说三声好 哎呀 老仙人 那么您愿意收我吗 说的话扑通 就往半山腰上这么一跪 以头碰地 和尚跪着就磕头 他这头也磕完了 老爷子这精神也缓过来了 你干嘛呢 我拜师啊 给您磕完头了 哎不算不算 我还没说收你 那我给您磕几个头也不要紧的 大不了我 小不了您 大不了您更小不了我 您这岁数我给您磕几个头算是吗 是是是 练什么呀 远功 这么说 您会什么我小什么 我全小 您只要教没有我不小的 啊 会宾 小和尚 你说什么 只是您会的 我全小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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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一听 不住的狂想 把会宾吓了 在地上 判了 就见他的僧衣乱抖 哦 为什么 这个老人 触动心事 把两只眼这么一睁 两道光滑 电闪而出 令人惊悚 老人家 我 失言了吗 哈哈哈哈 会宾 我的能为你能小走一半 啊 两欧阳修 他也打不过你 哈哈哈哈哈哈 要不是他手里有几样我治不了的东西 他也配当总门长 不过 欧阳修的能为不小啊 此人胸襟宽大 准你再败旁人吗 林行之师 当着我的大师哥 当着我家兄 曾经嘱咐于我 唐玉高人 可以再败名师 老人家不恼我 阿弥陀佛 这是实情啊 好 既然 欧阳老儿有这个话 老道啊老道 我就收你一个小徒弟 我好好的造就造就他 真小假小 真小 真小明日此时 到党僧领后 山神庙 见我 是 和尚会宾一听 拿下 我这功夫行了 怎么 练一半连我师父都不疼了 也就是说他比我师父 会的还得乘以二 还高的多呀 八经一门组门长啊 这老头子一百六十二啊 下山了 前山 老方小方都找来了 同志们开会 我们一托货 打劲起 我还得走 您上哪儿 您甭管 每天我回来吃饭 您这叫什么话啊 黑白天不在这儿待着 你们知道我没回来一样 在那儿得做我的饭 我每天出去 小孩无所谓 老孩们一听 我们这方丈主持 当了贼了吧 在外面转三年回来 这俩眼 跟原先都不一样 眉毛挑着眼睛瞪着 这回说话 跟以前大不相同 您干嘛去 甭打听 做饭吃斋饭 吃饱了喝足了 一运功他练气功 要不他这骨头的病 能耐大 第二天早早班班 他就勾奔金凤山后山 党僧领后面他更没去过 山下有一片小树林 黑乎乎也瞧不见山神庙在哪儿 正往前走树林子里脉步 出了一个人用手点指 来者是合着会宾吗 乌弥陀佛 接月色棍桥一看 又是个老头 不短身材 面黄肌瘦 尤其那阴队眼 黄眼珠是低流乱转 海下留的是山羊虎 两截穿衣 腰里边就拿布带的这么一记 高打着绑腿 这个人看着就那么利了 岁数可也不小了 阿弥陀佛不错 正是贫僧 您是谁呀 甭问 跟我走 好吧 说着话 这个老头领着会宾 可就进了小树林 七绕八拐 眼前一亮 一座小庙 就在眼前 上面写三个字山神庙 庙门开的 这个人用手一指 合上 等着 哎 惠斌 不敢挽住 一会儿的工夫 这个人近期又出来了 和尚跟我来 惠斌这才跟随这个老头 迈步进山门 来到小山神庙以内 一瞧啊 就是一层山神殿 屋也不大 后边呢 有个小院搭着罩棚 一看 山神也头柳个扑团 扑团上的 坐着昨天 在党僧领尸窟窿里头 看着那个老仙人 还是那身阑山 妖记思涛 盘腿往那一坐 面带慈祥 微低二目 也不睁眼 老头走到老仙人的面前 师父 和尚 和尚来了 哦 看来和尚是真想小啊 一抬头一睁眼 回宾你来了 扑通一下和尚又跪下了 老仙人 打今儿起 您算我师父您教我 真小假小啊 真小啊 您怎么还问 我练了十多年了 人都说我的硬工 已然很不错 不会软工啊 好吧 既要真小 既要真小 随我到后院 老头站起来 俩老头 一个老老头 一个小老头 领着和尚 到后院 后院搭着罩棚 要下雨淋不着 一瞧啊 院子里头 靠着院墙边上 搭了一个灶 灶上 有一口大锅 锅里头 满满的一锅开水 哇啦哇啦 正开的 也不知是下面呢 还是煮波波 不知干嘛用 这口锅要说下面 够三四十人吃 不用着急 一锅面就够 我大呀 那么 靠这边有个架子 架子上头呢 架着几床羊毛毡 架着两床圆被 下盛没有别的东西了 老头 那里一个凳子 小凳 往这这么一坐 一揣手 面带为难 毁变 师父 哈哈哈哈 真小假小 哈哈哈哈 啊 弥陀佛 毁变一瞧 这老头有能 那人也有点吞细腹了 真小啊 他一着急一瞅 为我一正眼 脸上五官挪位 面露 猙獰 尤其那顶梁文三寸长 打了这瓢子中 差点没力气嘞 突突之颤 两着大眼 这么一瞪 我脚啊 唉 老仙人万般无奈 昨日一句话 错出唇 我这大徒弟跟我说不让交 可是他跪那帮帮帮 给我磕好几个头 我生瘦小花几个头 要搭着年轻叔跟欧阳修 欧点气 我这口气一直没出来 那还是明朝的事儿 真小啊 真小 把衣裳脱了 哎 喀一下 把僧袍领 往旁边一扔 往这一掌 您走不走吗 那和尚 天天练功 说现代话说 那肌肉相当强壮 强壮 强健 你小不小 小啊 小脱衣上听不明白啊 脱了 都脱了 哈哈哈哈 连身上 外边的里边的 袜套全疤 什么不许有 哎 光眼子小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 这个 阿弥陀佛 我说老子我小不小呢 哈哈哈哈 我颠量颠量 哈哈哈哈 和尚 不是七岁上山的和尚 和尚 和尚现在人称 晶晶好斗 双肛掌 大和尚会边 在江湖上赫赫有威名的人物 当的那一老一小 两个老头 脱的赤条条 未免有些个不好意思的 合着 他有了身份 虽然说都是老头 又没有异性 那也别扭 再说 我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 教我十年 没说奶门是光眼子小啊 奶门武术得脱光了 拿我取笑吧 我脱了衣裳一瞧 你这个体格不超 把衣裳穿上算了吧 白瞧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他 尼托佛 这小老头一瞧啊 师父 我说就师父 您 这是何苦呢 真得说是庸人自扰 您老人家 诺大年纪了 既是和尚为难 发死了吧 您 别收了 这样 我略微教他些个窜高纵矮 也就够他用的了 更何况住口 下面不让说 更何况什么 他这个面相十分凶呢 跟您说话都瞪眼 这个小老头 画到唇间 让老仙人给拦住了 你 想好没有 别看就是这师徒两个人 简单两句话 和尚会宾怎么一听他可聪明 哎呦 感情人家还不乐意交呢 昨天说了今儿要后悔 生出这么一个法子的考验我 我这儿要一打烂 这可就不交了 大口的机会可就给丧尸了 哎 耶 你脱火 不就是把医生脱了吗 又能怎么样啊 师父 我是真心要小啊 呃就是脱医生慢点的事 您着什么急 把里面小医生全部款去 真听话 连大套都挖下来了 连自己的松袍一裹 往旁边怎么一搁 赤条条 就往那两个老头面前 这么一站 老头一看 这孩子把衣裳都脱了 都脱成这样 再说不交可就不成了 亲自站起来 走到架子跟前一伸手 抄起一条羊毛的毡子来 就往院子当间这么一抖 唰啦一下 把这羊毛毡可就打开了 一丈见长 七尺见宽 是个长方形 就仿佛毯子一样 往这这么一扑 窗台上一伸手 抄起大影子来 把自己 这凹袖 这么一往 走到这口 大锅跟前 挖啦挖啦那是开水啊 饶起一瓢开水的 照着羊毛毡子 就是一瓢开水 这开水要落个地上 撕啦一下 入气腾腾 到这羊毛毡子 一点声都没有 怎么羊毛毡子吸水多快啊 就仿佛这一瓢热水 这开水没泼过一样 老头这手可快 跟着就是拾的瓢 这羊毛毡子 这开水可就满了 雾气腾腾一股热气往上蹭 老头手脚不停 走到架子跟前 又调起一调毡子来 二层可就扑上了 大水咬子开水 三层四层 最后剩了一层没动 整个四层羊毛毡 全打开水浸透 这可厉害 您别含热气 往雾气招招的往外散 那热灯在里边含着呢 老头把这个羊毛毡 他完全用开水浸透了之后 用手一指会冰 快来 躺开去 会冰一天 哎呀 我还得坐坐 哈哈哈哈 什么您呢 躺上去 哈哈哈 羊毛毡子 扑开水往上卡 哈哈哈 这什么功夫啊 多余我脱衣裳 不脱衣裳也活不了啊 哈哈哈 这不是要我死吗 他就手背这么一打愣的功夫 这个老头可不让 老仙人用手一指 大喊一声 会冰 你还等什么 要想随我息 你还不赶紧的 躺上去啦 就老头啊 冲他一瞪眼 这俩眼的眼神太足了 两道光 一瞪给会冰 会冰心里这么一含糊 神志似乎都有点 不清了 这邪网上一用 咳 我修行 修行百年也是死 早晚圆寂 我今儿就今儿可怕 佛弥陀佛是神佛保佑 横着就往那瞻子人这么一躺 踏快老头比他还快 他这身子刚这么一横 老头用手一抄同一条毛瞻子 盖手往里推着 把这羊毛毡子往上一送 拿小腦这么一蹬 他七尺啊 这人横了一躺正合适 往里一咕咕 三圈儿多 一个桶 老头子不等他这个 咕咕到那头 咕噜出去不是 整个从这头一滴了腰 蹿到这头 拿脚面盲起一条 这毡子就玩 这毡子可就立起来 照这毡子就是一拳 这毡子往那边一倒 这边他这大徒弟 这小老头 蹿过来一抬脚 就是一脚 老头上面一仰手 这小老头照着 蹲了 蹲了 俩人对着 您再瞅这羊毛毡子 上下纷飞 让俩人打着 不毡地 这会晕在里边怎么样 这身体都没碰着这毡子 怎么 他老在这毡子卷里头 这边一拳 刚安上 没绝住烫来 这身子往那边倒 这边不就沾上 没绝住烫来 这边又一下 不是打那就打那 这功夫好大 打得足够一炷香的功夫 这毡子快凉了 就瞅这个老仙人 逮住了边 往外这么一扯 突露一下 这人可就亮过来 毡子随手一扔 拿手一扒了他 又躺在这张上 用手一抄这卷子 唰一下又起来了 底下这三张还这么打 我就给您 说这一回 这四回您就都明白了 打了多长时间 一个多时辰 连打带踹 到最后四张打完了 一扯这瞻子卷 这人 应手而倒 普通往这这么一抬 不省人事 把合成会兵 给打死了 合成会兵 面如白纸 一点鞋色都没有 那还不死 老头手真快 架子上都把 最后一张羊毛毡子 拿过来 一床棉被垫在底下 羊毛毡子往上一扑 两个人一搭会兵 搁在这羊毛毡子上 眼瞅着会兵 有这寒毛骨 往外流水 这个水啊 是黏的 一股黏液 浑身上下 往外这么一肾 内床棉被 往上这么一盖 四脚噎的被严实 干嘛搁这么一床羊毛毡 被往外吸 就看这个小老头 鼻挖病脚 已经带了汗 老老头还那样 老仙人 这才点点头 罢了啊 小老头上前是身搭义功 抱拳作一 师父 小和尚 他的造化不小啊 我瘦了他几个头 也只能这样 您这又是何苦啊 你不要管 老头一摆手 徒弟不敢说话 老头往这一坐 老僧入定一样 又不严育 直到天光大亮 贵宾 这才悠悠转省 一睁眼一看 小老头在他面前蹲着 一伸手 把那棉被掀开 往他身上瞧了瞧 伸手 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的密抹 师父 您瞧瞧 有点瞪不上 老仙人站起来 好 好 好啊 一会儿撒好 把他扶起来 小老头把贵宾扶起来 来 能走吗 贵宾说 能走 看见没有 走到这锅跟前 贵宾你瞧干嘛呀 我不瞧了 小不瞧 由不得你了 这半锅开水也晾凉了 还没凉透呢 洗 洗澡 洗澡会 会 这小老头拿水咬子 从头上 淋浴室 他这么一擦 身上都是棉叶 完全都洗干净 有干净的手劲 自己擦干净 把你的衣裳穿上 一件一件 由小到大 由里到外 和尚会宾 把自己的松袍穿戴整齐 没什么感觉呀 一看自己的皮肤 也不红也不肿 可也没觉出哪好受呢 哎 我这功夫怎么样 是涨了 是减了 老师 我 我这是怎么了 你练硬弓吗 练走去了 你下弓不下太大 那胳膊都快不会打弯了 我跟你大师哥 费了半宿之功 将你的浑身穴道打开 借开水之热力 把你身体里的严筋都逼出来 你的骨头脚啊 都快长得一块 要不经过这一番派打 让你练不了 软巧之意 哦 贿宾这里如梦方醒 那么老师 从今天我能小了吗 可以 你也不必 黑白天都来 我练功可下功夫 不用 你还是每天晚上来 白天主持你的庙务 就到党僧领 领后小山神庙 前来找我 我传你绝学 和尚一听 那如今呢 回庙去吧 恍恍惚惚 和尚会宾 出了小山神庙 够问党僧领 由党僧领到金纵山 山上头玉皇顶 老少子和声一瞧 贵宾回来了 方当主持 您这一宿干嘛去了 我 我练功去了 原来您练都在庙里练 没事 就是砸石头 每天 拿钢筋 往脑袋上 嗨 拿油锤 照太阳穴上 大 多硬的锤子 没您那脑袋硬 这回您练什么去了 你们也帮打听 你们也不懂 给我预备点摘盘 我饿了 吃饱了喝足了 自己打一趟拳 踢一趟腿 耍这么一趟借刀 也没觉得怎么样 把那块条石给我搬过来 把这架子这儿 这么厚的条石 双钢掌 汇宾 拿手工作往下拍 轻轻往下这么一按 掌心一土地 开开开 当时 就能给 阵令 要是立即手来往下 这么一劈 就跟刀采斧舵一样 这块条石 就能给斩为两劫 轻条石架好了 运用气功 伊丽兹铁掌 照着这块条石 大 真正 哈哈哈哈 坏了 怎么 这胳膊弹起来多高 一瞧自己的手 捂一下 眼睁着就冲起来了 再瞅这块条石 温丝不动 二 江湖上的高人 设计陷害于我 散去我浑身武艺 哎呀 这个老仙人 你太算了 不等黑天 八度往外就跑 过档森林 到小深深面 小老头 吓一跳 干嘛你 不晚上才来吗 你师父呢 哎 你这怎么意思 哈哈哈哈 你给老陈磕了头 那是咱师父 崩你了咱了的 他害了我了 我没做 您懂 他七岁开始练 练这么多年 外边都已经有了名了 这么好的功夫 他是咱们的呀 我现在成为废人了 小老头没打眼 就看老老头脉步 由小深深面的屋子里出来 走到切尽伸手 一钻会宾的胳膊 把他手腕子掰过来 一看他的手上头 又红又肿 哈哈哈哈哈哈 欧阳修啊 欧阳修啊 这回算行了 你这小徒弟和上会宾 他的功夫可就算练成了 会宾哪 我可没害你 多了甭跟我练 练上十年八载 我的能力 销汇一半 你打遍天下就没有 第一套 啊